原神中神角色的抽取一线级 七神必抽的道理大家都懂 神明的含金量毋庸置疑 他们几乎就是一个国家的强度担当 同时也是众多体系和玩法中必不可少的一员 无论是角色塑造还是可玩性 米哈有的在神角色的身上下了不少的供货 可大家都知道啊 火神5.3才会正式进食 现今只有5位神角色已经是装 随着5.1下半卡车的开启 七神有一个复刻正在进行中 对于平一玩家来说 怎么选显得尤为重要 按照登场顺序 我们来好好的捋一捋 首先是蒙德的风神 温迪开服初期的超T灵级人权角色 能把一切的复杂环境 转换为单纯的打装环境 一个大招闯天下 即便是当下 温迪又是原神中最强的巨怪角色 染色巨怪二合一 但是随着版本更迭 不能系列怪越来越多 温迪呢 也渐渐的跌落了神坛 沦为了原神人 就连引以为傲的风场 我的评价是 不如惊喜的一钩 一跃的阎神 最稳的安全团 几乎无敌的固盾 又硬了还有抗打断 同时还能减少20%的全属性抗星 无论是大世界还是神源 都堪称无敌的存在 对付搭配也是万金油 灵力气是完全体 满面还能当奶罚 即便是当下 终于一旧无口替代 5.2复刻的可能性很大 像兜的兄弟啊 这提起来开始斩原神了 到期的雷神 雷电将军 乃香一刀给原神创造了一次 又一次的流水奇迹 不过问雷大乃还香 又贼拉脱茶匹 雷神的实力也是飞通一般 作为原神中的最强通电宝 他自身不光拥有 长轴的后台协通雷 也能通过大招 给全队后能 缓解循环问题 即使负C也是主C 二命就能让雷神在前台 混得风声吹起 不管版本怎么变 雷神总能喝到一口汤 对付适配性极强 虽然伤害不如现在的三体人 但玩起来是真的爽 可真正的强度的 还需三思 在当下到底值不值得 为爱法电 须弥草神 纳西达 主门大脚主 草底气的绝对色气 长轴后台草 还是全队的兴通拐 一个草情酒 就能打遍天下无敌手 真正的零命 必抽人权卡 平民之友啊 对他的强度 无需多言 如果你想要一个成本低廉的二队 草神 一定是你的不二者权 崩丹水神 福尼娜 对于他的评价就一句话 增伤大跌 相打高伤害必备 但缺点就是刚去二命 还得撒配奶麻使用 配队较为公式化 零命仅仅在搭配 纳威莱特莱奥斯利 这样自带雪条变动气息的 角色身上 猜好用 咱再来瞅一眼 深渊使用率 本作第一 这就足以说明 福封是一位泛用性 极强的增伤怪 绕不开的版本答案 可强归强 但人手二加一 没上量 至于纳塔火神马威卡 能力为之 大概率会有长者后来火 以及一定的拐人能力 整不好 还能给老角色 上纳塔户口 定位的话 估计跟雷神也差不多 有能够改变 自身攻击形态的大招 十有八九 将会是纳塔的 必受人权卡 但是由于没有时装 我们先不把它 进入排行 给到大家的五神 超级优先集为 纳西达 大于福尼娜 大于钟离 大于雷神 大于温迪 命座推荐 纳西达0加0即可 福尼娜2加1 钟离0加0 雷神2加1 温迪0加1 好了那么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吧 期待你的点赞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